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下来议程将由Alan为我们带来Slim从零开始 Alan目前是在影课资讯担任前端工程师 接触了PHP大约有五年的时间 PHP的framework有很多选择 功能也都十分强大 但使用这些framework一定都得付出一定的学习成本 今天Alan将为大家介绍Slim这个轻薄快速 而且功能强大的PHPframework 并介绍如何用它来快速加构一个网站的雏形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谢谢各位 在报这个议题之前我没想到会这么多人 我想说大家一定是跟我一样都不想过去听英文 没关系 反正我这个议题很快 我尽量把时间缩短 然后大家就一起往第一回听走 那为什么叫做Slim从零开始呢 就是Slim这个framework其实国内外都很少人用 也知名度也很不是这么的有名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其实很年轻 他在2011年的9月才被发表出来 所以知道的人跟实用的人其实不多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他基本上没有MVC的架构 那所以学他都是从零开始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为什么我当初想要报这个PHP Conference的时候 想说到底要取什么名称 我那时候刚好在看太极从零开始 我想说好吧 然后就取这个名称 好 OK 这个名称由来 好 那我叫Alan OK 这是我的自我介绍 我大概接触网站技术大概六年的时间 那PHP技术大概是五年的时间 所以意思是说 当我在我六年前 我一行HTML code都不会写 那五年前我一行PHP都不会写 OK 那很幸运的是 进了低价公司之后 有前辈教我CACPHP 那在这一两年之内我接触了CACPHP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我都在Framwork的架构底下长大 OK 那我现在主要主力开发是在前端的部分 那其实前端方面是来讲PHP很乖乖的 我现在是在引课资讯 OK 好 好 那很多人就问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用Framwork 那你用Framwork的理由是什么 Framwork其实网络上很多人会讲说 它其实是个加速开发的一个工具 那因为它的套件很多嘛 很多人会写好一些module 那你只要载入之后你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在开发上来讲速度相对会比较快 那再来就是说你用同一套的Framwork 那其实你们很多人在开发的时候架构都一样 所以理论上来讲 理论上写出来的code 是会看起来一样的 不过这是理论上 那再来是 因为Framwork都会定期有一个group 去帮你做维护跟更新 所以很多的kernel的bug 他们都会定期的维护跟更新 那你只要把它整个的code去做升级 基本上它底层就会维护得不错 那再就是重复写过的module 也可以直接copy paste在其他的专案上面 那就不用重造轮台 那这是为什么用Framwork的好处 OK 那在我订第一家公司的时候 很幸运的遇到台湾CAKEPHP的达人 江中凯先生 这是我第一套接触的Framwork 那它功能也非常强大 几乎刚才Dupont讲的很多功能 它几乎都有 那为什么我后来要换sting呢? 其实它有几个原因 就是说其实很多功能我是用不到 我大概初算了一下 CAKE我用到现在大概 大概还有30%的功能 我连看都没看过 我连碰都没有碰到 所以这么龐大一个架构 如果你开发在一个小型的网站的时候 其实它会浪费了许多的资源 许多的效能 在一些你用不到的地方上面 那其实你说那我既然用不到 就没有效能的效能的耗损 那其实这个你也说不准 OK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 因为很多大型的Framwork 它必须要兼顾很多模组的载路 所以 它的ORM 其实效能并不是可以fine2的非常好 所以许多大型的Framwork到最后 其实都是在做快取 因为它的ORM 其实效能并不是很好 它不可能对每一个database去做fine2 而且每一个西口架构也不一样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时候另外一个同事就出现讲话了 闪光架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那我们来换到Framwork吧 好 那换Framwork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想要轻量化 我们想要速度快 因为很多功能我们用不到 所以 包包在一起其实是个累赘 那 好开发 加扣简单 这也是个重点 所以那时候其实Surveyor 去看了很多PHP的 那个 Benchmark 那YF跟早上 阿土伯报的那个 这个 这个字我是在本来念 好 不过速度都很快 都是用C做底层的架构 呃 那时候Felcom吧 嗯 这两套其实都是非常快 都是 在Benchmark上面排一二名的 但是我们后来看了一下架构 那时候Felcom好像 好像才1.0版 所以 它的入门其实是 比较痛苦的 比较痛苦的 那我们 我们对C也不是略懂略懂的那种人 所以实在是没办法进入这个圈子 OK 后来就Surveyor到很多 后来 那时候也考虑过C 那直到 呃 那个 三光圈就Survey到Slim 他就跟我说 诶 不错 用Slim來试看看吧 之后我们就 开始接触了Slim 所以Slim大概 我大概 从去年年初 就是2001年的年初 开始接触 所以那 距离他诞生 嗯 我大概 隔他三个月的时候 我就接触到他 所以算还蛮早的 蛮早去接触他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使用Slim呢 那其实他 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他其实架构很单纯 那非常轻量化 非常轻量化就是 他什么都没有 没有MVC 对 那跟各位的 跟各位的概念 有点 有点相违背 然后 速度快 那也很好理解 OK 那 那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呃 一个Benchmark 那其实 这一份的那个Benchmark 是在 呃 今年 2013年4月 所做的一个测试 那第一名当然是 Failcome 那第二名就是 就是Slim 所以他效能其实 其实 其实不会太差 不过跟第一名还是差 差了一大截 因为毕竟他不是用 用吸血的 所以效能 还是会有 会有点落差 好 然后 因为现在 现在其实讲网站 一定要讲到 MVC 那如果你 这一套Frontwork 没有MVC 你到底要出来干嘛 嗯 那没关系 其实他有他的特点 去 呃 弥补了这一 他的 他没有提供的 的东西 好 那 这套Slim呢 其实他只有一个重点而已 这重点讲完 就结束了 叫做 Lout 这个 这个Lout 我觉得他的架构 简单就简单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了解一个Lout 你就会学会一套Frontwork 你就可以写好一个很简单的网站 那他是 我看你说他在 2011年的9月15号 被发表出来 OK那 现在就想一个问题 他既然没有MVC 他既然没有那么多开发套件 那他到底适不适合我 适不适合一个 我是不是需要去转换 你试试看他 那其实有几个很简单的考量 因为他是一个Louting Base的一个 MICLE的Frontwork 所以他在没有其他包袱的情况之下 他很适合来做API的开发 因为他是一个Louting Base 所以你API的话 你就只要丢一个Request 然后Server回一个Response 就是API的架构 所以他非常非常适合的在做 来做API开发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专案 是需要做API Server的话 其实你可以考虑用司令去试试看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今天想要 想要就是说 我们做网站工程师 有时候可能会接一点小包外案啊 或是接一点活动型的网站 那这种小网站呢 其实你用大的Frontwork架构的话 其实有时候又觉得有点浪费 那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小的网站 或是想一个快速开发的环境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司令试试看 或是说你觉得现在的Frontwork啊 很烦很腻啊 想要换的话 其实你可以来尝线一下 那至于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PHP的新手呢 適不適合用司令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对网站不熟的话 那还是不要用 如果说你今天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话 你可以载入一些基本的套件进来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好 那 下午 小帖会讲那个Composer的部分 抱歉 那所以 所以我觉得说 司令很聪明 他就是 有在Composer里面 所以他 基本上你要加许多的套件模组 用Composer去加入 就可以解决掉 解决到你想载入其他的模组的问题 那你也可以用Composer直接安装司令 那第二个部分你可以 你可以用手动去下载整个 司令的套件下来 那直接解压缩之后 然后 include 这个东西 include 司令的PHP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 那他的开发环境 一定要在PHP5.3以上 那可是 可是很多人就会说 可是我家的 我家的hosting 很不争气都在5.3以下怎么办 那其实还是可以用的 不过你得 得低于 司令2以下 就是司令1点多版 其实是可以 支援5.3以下的环境 那只是说他不能使用 anus function的一个架构而已 好 那我们 来写一个 Hello我吧 四个步骤就写完了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 当我用composer安装完司令的之后呢 我 载入一个autoload 那这东西 为什么要载入autoload呢 那 等下午大家去听小铁厂就知道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初始化司令的 app 那他我们会 new一个他的app出来 那这个app就是他的 他的 kernel模组 他所有的架构都是在这个app底下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 new完之后呢 new完之后他就可以用了 只是说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需要一些 环境的设定 所以我们可以在new的时候 直接后面加个array 然后直接带入他的一些 环境变数 例如说我现在的开放环境可能是 就是开放环境不是production 不是staging 是development 那这是一个开放环境 那再来是说 我可以把 我要不要把debug mode打开 那如果说我在production的时候 我可以把debug mode关掉 再来我的log要写 要写到什么地方 等等之类的一些环境设定 就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写进去 好 那第三个是 chain你的lout 那什么叫chain你的lout呢 就是说 他的 因为他是一个lout架构的front work 所以你只要写完 写完这两行 其实你的网站就可以动了 那我写一个 一个 get 然后 hello 后面接个name 那这就是说你的 你的网站啊 就是 有一个http 然后帽送信息 然后你的domain name 然后后面slash 是hello 这样的一个页面就产生了 那 那前面如果是get的话 就是用get的request 如果是用post 就是用post的request 所以他的架构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最后一个就是 你要记得下一个app run 好 app run 那他就会动 所以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那个get 那个 那个范例啊 就是下面这个 这个 网址就可以产生了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 你的local端 你设定的host 是 mydomain name 打me 那你在前面的get 下一个hello 然后后面的name 打alensang 那你这个页面就完成了 OK OK 好 那我们 认真的来讲一下 root 因为这是其他的 是他的主軸 那 他的root呢 就是根据http的request 然后 作为那个uri的请求 那如果 当他的root 判明不到 你request的网址的话 他会自动返回404 OK 那http比较常见的request 就是这四种 get post put 跟delete 那写法就如同后面一样 那如果 你今天的paste是一个books的话 那 这样子这四个就可以 达到你的要求 那只是说如果你今天get的话 是可能 拿到一本书啊 post 可能是新增了 一本书啊 那put 可能是 更新这个书的内容 那delete 就是把这本书删掉 OK 好 那如果说 他该那样写的话 你觉得太烦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 map的方式去做 map的方式就是 我前面的request改成map 然后后面一样是 做books 然后在最下面这个地方 最下面这个地方 我 我只允许他 get 跟post request 进来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不用写上面那四行 就只要写一行 写一次 他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翻例就可以 你的网址 大概就会长成这样子 前面的domain name 是你自己定的嘛 那后面就是 books进来 OK 讲到这边实例已经讲了50%了 好 那之后呢 就是一些 参数的传入啊 那参数的传入 其实也非常简单 它的变数呢 就是前面有个冒号 冒号就代表这东西 是一个变数 那它在后面就可以 接下来 好 那 你传了几个冒号的变数 它后面就可以接几个 所以如果你的 你今天要的pace是 一直 一直slash下去的话 那它就会长得很长 那你后面就是 变数可以带进来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今天的pace要长得很长 那我又不想写那么多废话怎么办 好 它有一个非常天气的功能 就是 你在你的参数后面 摆个加 摆个加呢 你进来之后 它的参数就会 是一个额类的形态去 让你获取 所以你就不用写 你就不用写 两个pace去抓两个参数 你就只要写一个 写一个变数 然后后面给它一个加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呃 那我还有一个需求就是说 我 我这个 我这个pace 有时候是可有可无的啊 它有时候可以传进来 有时候 它不要传进来 那就是 defaults OK 那这个需求也 常常被 slain它也考虑到了 所以它就是用一个 刮号符 刮号刮起来就是 你可以出现 你也可以不要出现 所以 于是下面的範例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一个books 因为books是没有刮号 所以它一定要出现 那books就出来 所以你这四种的 呃 那个 request slain都可以 允许被接受 因为它后面的 的变数是被刮好起来的 所以是 你可以后面变数可加可以不加 好 那 早上有谈到治安的问题 所以 所以 这边也讲一下 不过这次很简单的治安啦 就是 它可以下一个 condition的一个条件 就 告诉你说 欸你的变数传进来呢 我到底要让它传怎么样的变数 我要让它存数字 存文字 不要一些奇奇怪怪的 request的变数进来 那我就可以在下面的 下面的condition去做 那condition 其实是用正规的方式去把它 洗出来去做判断 所以如果当 当你的 你的ID我只允许 0到9的时候 那如果你今天传了一个 很奇怪莫名书要 奇妙的 字串进来的话 它就会打到404去 或是打到错误页面去 OK 好 那 那 你 你スリーン每一个root都可以给它取个名字 那取个名字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 在 在我们后面会讲到 在一个ur4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的 呃 网址的 uri 那个 揭取出来 OK 好 那谈到 APB的 scope 我们刚才 其实都 在谈很简单的一个root 那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在我的 这个root 里面我要做一些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 我要教用到 スリーン底层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利用 APP这个 这个 这个物件出来 那这物件提供了很多 很方便的东西 那我怎么用呢 因为它有 它有 scope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得在 就是 我必须得在 root 生成的时候把它 载入进来 所以如果说 我今天 我的话数不见了 不好意思 话数不见了 如果我 我今天我的 我里面教用的一个是一个 Random的一个 一个 一个 MASER 那这Random就是产生 前端页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MASER 那但是它是 由 APP这个物件 被呼叫出来的 那可是 在 scope上面 它APP 没有传进来 这个root 里面的话 所以它会喷错误 所以上面那个範例是 它就会直接 直接返回 error 给你 那 我要怎么把 APP这个物件 传进去呢 所以就是要用 use的 后面有一个 use 用一个use把它 传进去 然后这样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如果说你在 你的root 里面要使用 APP这个物件的话 那你记得 它的scope 要把它传进去 好 那我们刚才既然谈到了 那个random 那它这个其实就是 司令唯一一个view的helper ok 那它其实在做什么事呢 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就是 在帮你random 你要的前端页面 就是你的html code 那我今天 我今天如果写一支hello 然后我给它random一个hello.html 那它就会自己把 hello.html 这东西抓 抓进来 ok 那我要怎么从后端把 参数传到前端去呢 我就只要在后面 呃 加那个参数的 array 然后 用keyValue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丢到前端 所以你在前端的话 你可以直接 直接去 去读到这 呃 name跟ID的 这两个参数 然后你 你当然也可以 直接给它那个status 那我现在预设是给200 ok ok 那它 它 它那个 out有一些 有五个基本的helper 那帮助你说 如果说你今天在 有 请求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一些回应 那那个 中段 中段 中段其实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说当 可能 可能它会做一些 恶意的请求 或是说它一些 没有登 没有登录的请求的时候 你可以下一个 中段去让它 去让它 倒到403页面之类的 所以它就会把你整个 out中段掉 不让它执行 ok 然后第二个是 pass 那 pass的意思就是说 我 我这个out 直接掠过 直接掠过 那因为其实 在sting的话 你 你写了很多out 其实有些out 是可以 重复去被match的 像我们看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叫做hello 然后一定要传入 后面的name叫做 frank ok 那我在里面下一个pass 那表示说 我这个out 不会被执行 那但是 我下面这个hello 那那个name 我是下成变数 所以我传frank的时候 上下都会被吃到 那 那因为上面被pass掉了 所以我就跑到下面 上面 所以上面它的 它的echo就是 你不会看到哪一行 那下面的echo 你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redelot就是 你直接转直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页面去 这个其实还蛮直觉的 ok 那当然你后面可以带它的status 也就是说 当今天当一个网站啊 如果说你们网站要搬家的时候 其实你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把就的网站呢 什么页面全部都用redelot 转到一个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 然后状态给它301就可以了 ok stop stop就是 中指 目前 执行的 那个 root 也就是说你上面 上面执行到一半 你下一个stop 那它上面都都执行完了 但是下面就不会再继续执行 ok 那这ur4 就其实就是跟刚刚也讲的一样 你每个lots都可以给它取个名字 那你取完名字之后呢 你要怎么去 去 取用它的那个 uri出来呢 你就可以用ur4 然后给它后面的参数 如果它需要 需要变数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传了一个 name进去的话 它出来的那个 结果就会是下面那个 hello 那个josh ok 那其实 其实 你写了很多lots之后啊 你就觉得说 像我 我有很多lots都是 都是很分散的 像我 如果今天我要 我第一个slage 如果是facebook 然后后面可能是 后面可能是 后面可能是 有很多 facebook 需要拿到的功能的话 那我前面第一个都会是facebook 那这样子你的lots 就会写得很多 很乱很杂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call看起来就会 就会感觉 很不整齐 那所以呢 slin它就出了一个lots group的概念 那这个功能在2.3版才有 所以如果说你回去如果装的是2.3版以下的slin的话 这个功能是不存在的 OK 那它group大概就是两种用法 第一个就是它 同一个pace 但是不同的request 它可以用group把它包起来 那第二个是 就是 同一组的laughtingpace 但是不同的subpace 那我们可以用范例来看 OK 那这就是在不同的那个http的request下面去组成 所以在最外面我们会包一层 appgroup的一个架构 那里面呢 我全部都是都是book 然后后面都是给一个ID 那后面的laught都会是一样 只是前面的request的不一样 那它就是可以这样子把你 把你这整包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图书馆的套件 把你模组化起来 那这样子的call看起来就会比较干净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 例如说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是facebook 我今天在facebook 我可能做了三个功能 那我可能去跟facebook做认证 OK 我今天跟facebook拿像本 跟拿照片 那这三个呢 都是facebook开头的 那只是说 它的subpace是不一样 那我就可以把它全部包起来 那你的call就会看起来更干净一点 OK 好 那最后 最后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middle wave 我觉得middle wave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是源自于Ruby的一个 rack protocol 它的意思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 你的function可以重复叠加去使用 这讲起来有点老舌 而且文字上也不太好 我等一下举个范例跟大家说就可以了 OK 那通常会拿来做一些检查认证啊 或等等之类的 那在Slim有提供两种的middle wave OK 一个是痊愈的middle wave 那一个是 lout的middle wave OK 好 刚才那个rack protocol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一个lout在执行之前 我前面有几个middle wave 他会先去执行 如果说我今天前面写的四个middle wave 那他就会执行一二三四 执行完之后 他才会进lout 所以就是说 你当一个请求 当一个请求被提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在middle wave 把一些事情给做掉 例如说你今天传件的参数 是不是合法的 那我可以先去做一些判别 那你这个人 这个人是不是登录的使用者 我可以在middle wave去做判别 那你的session是不是掉了 或是说你的session还存不存在之类的 我们都可以在middle wave去先把它做完 做完之后我再进lout 那如果说他这边不允许的话 你可以redirect到其他地方 或是说你直接打到error page之类的 所以这是middle wave的一个叠层架构的观念 就是说你写了几个middle wave 他就会先帮你执行那几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痊愈的 痊愈的middle wave 就是说你今天 我今天去 extend一个sling的middle wave的概念 ok 那他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你不管是哪一个lout 你写哪一个lout 他都会去被执行 这是痊愈的 ok 所以通常这种东西啊 像我在做的时候 我都会去做成 比如说像 session session 如果我们要把它start的时候 不管哪一只lout进来 我都要先把它做个start 或是做个检查 那这我就会把它写在痊愈的middle wave里面 好 那再来就是说 那你可能想说 那我写middle wave 不一定每一只lout都会用到啊 对啊 这是正确的 所以呢 他会有一个lout的middle wave ok 那也就是说 在执行lout之前 他会被执行的一个 一个function 那 可以任意插入任何一个lout里面 然后 并且用那个 循序的方式去执行 ok 我们看一下范例 我在上面写了 两个middle wave 一个是middle wave 1 一个是middle wave 2 ok 那我今天 把它摆在 那个 hello这个lout的后面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今天会先执行完 middle wave 1 再执行完middle wave 2 然后再去执行lout 所以它后面 整个output 就会是 先印出middle wave 1 再印出 第二个 再最后再印出lout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middle wave 1 算是一个 蛮好用的一个 功能 那hook hook hook 它的概念就是 在特定的流程之下 会去 被执行 那刚才的那个讲者 jimmy 他其实有大概提到一下hook的观念 那在slinn也有 几个基本的预设hook的时间 可以去被执行 那可以 他大概有分slinn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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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atch 然后after dispatch 跟after 跟after 那再来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 制定他的hook hook ok 那我 我现在 我现在是整理 两个比较像的 功能在一起 那所以我会把 before跟 after 放在一起讲 那 before 这东西呢 就是说你在slinn slinn 那个 整个架构开始之前 他就 他就会去 先被执行 也就是说呢 因为其实 很多防火殼他都会 先开一个buffer 所以他在buffer还没被开启之前 就会被执行到这个function 那这个东西呢 大家想说这东西到底要干嘛 这东西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 呃 刚才讲了那么多catch 如果你今天 你们想要做一个firecatch的话 其实在这边就可以去 讀取firecatch的 的页面 ok 那 因为他在buffer还没开之前 所以他的整个 那个 资源消耗量是非常低的 在资源消耗最低的时候 你把 那个 response 吐回去 这样子 你的server loading 就会降得很低 所以像我之前的专案 就是有在slinn 比封这边去做一个 firecatch的功能 那slinn aft在什么时候被执行呢 在你的buffer被关掉 被清掉之后 然后你的response都送回去了 ok 那在这个实际点被执行 那 你说这东西到底要干嘛 这东西呢 其实 我其实想了一下 大概就是可以写一些 system log 或是你一些server的状态 写到log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我也很少用 好 那 再讲是 before load跟after load 那 before load就是 就是在 它的buffer被 开起来 然后跟进去 laughting之前的一个 一个时间点 会被执行 那这东西 其实你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检查 或是说 或是说 一些基本的环境设定 都可以在这边做 那 aft load 其实 它也是一样 其实 aft load 它是在 它的官方的文件是说 它在那个 buffer被关掉之后 才被执行 但是我实际去 trash它的source code 其实它是在 buffer被关掉之前 就被执行 那所以 这个东西 其实它 buffer还没关掉之前 你在这边 可以把 你的页面去做快取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时间点做 其实是 我其实觉得还 还不错 ok 那再来讲到是 dispatch before跟after 部分 dispatch 就是说 你的laught 在被执行之前 它会去 去执行这个 hook 那你说 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 对啊 其实我也想说 这到底到底要干嘛 后来我想一想 其实它有啦 它就是说 你在laught 被执行之前 它会载入一些laught 的环境参数 那在 跟beforelaught 比起来的话 beforelaught 就是没有这些laught 的环境参数 但是在 dispatch来讲的话 它会载入很多laught的环境参数 所以你在里面就可以抓到它很多的参数 可以去做检查 或是做一些筛选或filter之类的 等等的事情 ok 好 那 那 讲到最后 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个hook 那因为hook的概念 就是说你在 特定的时间点去区隔它 ok 那你今天写了一个 假设我今天写一个 json的hook 那我 里面可能定义了 json的header json的body 要长怎么样子 定义完之后呢 我可能今天写了一支API 然后它的配置叫做 json的callback ok 那我就可以在里面去搓 搓那个 jsonhook 那 要它帮我把json的内容组好 然后只要塞东西进去 它就可以 往回丢 那这 这样一个很简单一个 json的呼叫跟 response 就做完了 ok 那这是一个hook很好用的一个地方 ok 那最后我想就是跟各位谈一下说 那个 error controller 因为我们之前在error controller 吃点亏 就是说 你做一个专案的时候 其实你有时候 页面发生错误了 但是你的客户会说 为什么会发生错误 那 那你想说 我是工程师 他写code會有bug 为什么不会有发生错误 这个 这个 这时候客户就会 就会一直跟你argue 说我不要看到这那么丑的画面 什么什么之类 就会开始讲 所以 所以 那时候就去翻了一下 它到底没有error controller 这个东西 就它 就实力是有的 所以就是说 当你页面发生错误 当你server发生错误的时候 它会把 所有的错误都打到 这个error controller 的这个方式里面去 这个out里面去 那你就可以在里面 产生一个error page 那也就是说呢 当它发生错误的时候 至少不会是那种 系统log的画面出来 而是 你可能请设计设计一个 美美的一个错误画面 让客人看到也很开心 那当然 404 那放它也是会集中到 下面这个方式这边 那你就设计一个美美的404 现在就很多很漂亮的 404页面可以用 那这样子 当你的使用者看到的时候 也不会这么的 感觉这么的奇怪 好 那 其实事情讲完了 那因为它就是没有 它 没有m 也没有v 也没有c 对 它连c都没有 它只有out而已 所以呢 我们 我们来谈一下说 如果那我今天要做一个网站 我一定要有前端啊 我一定要有 有model跟database沟通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官方推荐的TWIG 跟Smartin 或是BateBoneJS 都 都可以去 去采用 那其实我个人是在用TWIG 那在 model的部分呢 有一个很轻量化的 叫做IDIORM 那这个也是官方 所推荐的 不然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用 model模组的话 你其实可以用 PDO去 去自己科 那 也是一个选择方式 好 那 这是我的reference 就是参考 Slim的官网 跟一个 Benchmark 网站 还有 閃光卡本人 OK 那 就 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 本来你们是用CAKEPHP嘛 那 你们后来会用Slim是 除了轻量化以外 还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就是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ORM 實在太慢了 所以你们会用Slim 是因为它的ORM效率很好吗 它没有ORM嘛 所以你可以自己写啊 或是你载入轻量化的ORM进来 等于是说 全部都是自己写的 有关系 对啊 因为你自己写你可以做 做Finetube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对CAKE的话 你去做Finetube 其实如果它一升级的话 你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所以说你们后用Slim 完全是因为 Performance的考量吗 是 好 谢谢 OK 还有问题吗 刚刚好 0秒 太漂亮了 OK 那可以问一下 好 就是你比较那么多的 PH framework 那你觉得Slim 跟其他framework 有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优点 可以提出来讲 就是 观念很简单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观念很简单 就是 就是好上手这样 对 但是很多东西都 它必须得要做一点苦工 就是说你在 view跟module的地方 你要载入一些套件 不然就是你要自己 自己去 以extend 只是它比较 weak的地方 不然的话 其实它只有 撈停这个概念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大概上手 也大概一两个礼拜 我就 就还蛮熟悉的 我想问一下 刚才我有看你那个简报 有很多view跟module可以选择 我想问一下 你目前觉得哪一套的view跟module 你觉得用起来是最好的 就是跟Slim配合的话 我自己是用TWIG 在view的方面也用TWIG 那因为smarty 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 那smarty 之前也说太肥 我就没有采用 那 Faybomb.js的话 其实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 我比较习惯用 Template Engine 所以我选TWIG 在view的方面 那在 在module方面的话 我之前用过 idl 还不错 就是它的语法也很简单 就可以达到你要的query 不然就是用PDO自己写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Alan精彩的分享 接下来是休息时间 还没有领取发票的会众 可以到报到出柜台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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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